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办理绿卡延期I90申请 那你拿到绿卡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绿卡上面有一个过期日期 对于通常的所谓叫永久绿卡呢,这个过期日期一般是10年 那10年到期了呢,你需要换发新的绿卡 这个就像中国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那也有一个过期日期 比如说你的护照要是过期了,这并不是说你就不是中国公民了 对吧,但是你这个护照这个证件有一个有效期 你要定期更换,那么绿卡也是一样的道理 10年到期了,在到期以前,或者如果你错过了时机 到期以后也可以更换新的绿卡 那这里呢,讲的是10年绿卡,所谓永久绿卡 另外呢,还存在有所谓条件绿卡,比如说投资一米1B5 拿到的是条件绿卡,两年有效 在到期以前呢,你还可以提交i829的申请 转换成10年有效的绿卡 或者呢,有的人他是通过和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以后 亲属移民拿到的这样的条件绿卡 那如果拿到绿卡的时候,结婚还不到两年 你拿到的绿卡呢,是两年有效的conditional条件绿卡 这个呢,去除条件需要提交i751申请 这都是单独的特别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视频呢,主要讲的是怎样提交i90申请 就是说你已经有10年有效的绿卡 那么到期了,应该怎么办 那你可以办这个i90 一般呢,如果你想在网上提交,怎么办呢 第一,如果你还没有UICS的账户 你可以注册一个网上的账户 然后呢,在这个账户里呢,提供个人的信息 当然如果要律师给你来办呢,也可以律师给你在网上提交 包括什么呢?包括姓名、住址、身高体重、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电话号码、email地址 还要你的绿卡的号码、取得绿卡身份的日期、绿卡的类别、你的设案号码、联系方式等等 然后呢,那还需要你绿卡的正反面 需要照相或者扫描、上传到移民局的网站、online account 那还要解释我为什么要申请i90 比如说我的绿卡即将过期、或者已经过期、或者医师、或者被盗、或者绿卡上信息错误等等 另外要注意呢,如果是孩子拿到绿卡的时候年龄还不到14岁 等到达到14岁的时候呢 那我们知道因为照片啊,他这个形象都有变化嘛 他也需要提交i90更新一张新的绿卡 如果是由律师或者其他人为你来填写的表格 那这个由谁来准备的表格,也需要提供填表人的信息 其他的呢,比如说关于我目前在哪里工作 我离开了美国多久 这一次入境美国多久 家庭情况、收入、护照号码等等 一概都不需要 那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540美元的费用 如果申请人一般来说呢,原则上需要在美国境内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实际情况呢 有一定的案例 不止一个,申请人呢居住在美国境外 如果通过律师在网上提交申请啊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我绿卡在这个延期批准以前已经过期了 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 如果你在过期前申请有一些好处 有的时候很快,几天就能批准 我们为客户提交的I90申请 有的只要十来天就批准了 也有的人比如说时间比较长 绿卡已经过期了 怎么办呢? 你提交了I90申请以后呢 会收到一个收据 这个收据呢,可以作为你绿卡身份的证明 收据呢,可以24个月有效 这样呢,你即使绿卡过期了也没有关系 你的绿卡,这个卡本身可以过期 但你的绿卡身份仍然有效 所以就像你的护照过期了,并不影响你的国籍一样的道理 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申请人及时提交申请 不要延误 最后呢,还有一个打指纹的要求 这个和前面提到的办回美证类似 Case by Case 有的人会被要求打指纹 有的人不用打指纹 我们办理的Case 这两种情况都见到 事先不能知道 这个要由移民局来决定 好,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办理绿卡延期I90申请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